圣人孔子孟子竟然也离过婚。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愉加开放离婚,已经成为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观念传统的古代被金人奉为圣人的孔子和孟子也都离过婚。 根据孔子家与本性结,记载孔子在十九岁的时候娶了宋国的机关,视为七亿年后生向儿子国君录招工,听说了这件事以后,还派人送了礼于表示祝贺。 因而孔子给儿子取名李,然而后来孔子却和其官室离婚了另外孔子的父亲叔良哥,儿子孔李和孙子孔吉都有离婚的经历。 因而有孔氏三世除妻的说法不过孔子离婚的这种说法,直到唐代才被孔颖达曝光家上史,记孔子世家中并没有记载不少学者,对此都表示质疑,这与亚生孟子则是闹过离婚。